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成就赞美 我们今天念佛功夫不得力 善心 乱心 痴迷 所以没有感应 这要觉悟 从今之后 我们把不能感应的 这个毛病改过来 可是必须得晓得 念佛我们也很想专精不掌 但是做不到 很难啊 念了念了 自自然然咋念就来了 自然妄想就起来了 越是怕妄想多 那个妄想越多 这怎么办 一定要用方法对质 时间长了容易打妄想 时间短了 还有办法了 我们念一个钟点的佛 没有办法 控制不住 会起很多妄想 我们念十分钟呢 妄想当然也就少了 假如我们念一分钟 一分钟当中啊 绝对没有妄想 可以做得到啊 那个没有妄想的一分钟啊 得念了 得佛 加持 所以过去 我传给大家 这个念佛的方法 深念法 圣念法呢 如果你念四个字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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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十句不到一分钟啊 心底真诚 清净 平等 慈悲 生 这个生命当中 一个万念都没有 可以做得到 时间短短 但是一天要念九次 不要以为时间短 念得很少 效果不可思议 只要你不间断 我们看到许多同修 就是新加坡 马来西亚的 有很多人打电话写信告诉我 两个星期以后啊 他就减消了 他就觉得很好 就来告诉我 很欢喜 这个方法好啊 纵然我们是老佛教徒了 我们有早晚阔 没关系 早晚阔之外 加这个深念法 这个九次怎么念呢 早晨起来 洗一脸之后 家里如果有佛堂 在佛堂里面 在佛堂面前念这个深念 如果没有供佛堂 面向西方 就可以了 心里想着佛就行 这个太方便了 早晨起来啊 也吃 时间呢 顶多一分钟 这个功夫是真一点 真实一点 一点都不假 第二次啊 吃早饭的时候 你在早餐之前 我们佛门弟子 都会念个供养咒 普通的都是念 供养佛 供养法 供养僧 供养一切众生 然后再开斗 其实呢 这个几句供养咒 有口无心 没什么大的效果 小朋友唱歌而已 不是真心的 不是真心的 所以呢 不如啊 恭恭敬敬地 念十句佛号 恭恭敬敬地 十句佛号念下来之后 再吃饭 用这个代替供养咒 你吃饭了 也会吃得很舒服 吃得很自在 也会帮助你 好的 良好的 消化 而那个功德不可思议 第三次呢 你上午上宫的时候 你在工作之前 把心定下来 念十句佛号 再去做工 上午工作完毕了 放工的时候了 再念一次 中午吃饭 念一次 下午上工放工 过念一次 晚饭念一次 晚上睡觉之前 念一次 九次 一天九次 一次不要一分钟 一天九次 一次都不能够简端 那个效果非常之好 因为这种念法呢 真的会 念十心中 有所有 专精不掌 你看 跟这个标准呢 相应 这得 弥陀佳佩 你就得 阿弥陀佛 加持保佑 一定得得 成就三位 那么 我们由此可知 念佛 对我们的工作 不妨碍 对我们日常生活 也不妨碍 有 恶利 而无 亦害 为什么 不肯去修呢 应学 欲 欲 欲 佛 予 坚定 信心 实在讲 我们学佛 最大的障碍 就是我们的信心 不定 摇摆不定 比不上那些老阿公 老阿婆 比不上他们 他们信心 坚定 他们念佛 真的念到 心里面 不夹杂 没有怀疑 没有夹杂 没有减断 所以 往往成就的功夫 是 上上层的功夫 非常的稀有难得 好 那 你 想 说 想 说